欢迎收听财经平方与卡尔先生用户特辑 现在录制的时间为台湾时间8月27号下午2点30分 本次的主题是制造业循环末端 区域政策产业怎么看 按下订阅后我们就开始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财经平方的Roger 今天的节目非常的特别 我们邀请到财经平方的资深用户 其实也是专业的投资人卡尔先生来担任我们的特别来宾 哈喽大家好我是卡尔先生 卡尔先生其实跟财经平方的缘分很早就开始了 记得卡尔先生应该是2018年9月加入我们的到现在 我们就把它称作叫元老级的用户了 其实平方非常的钦佩卡尔先生在这种经领域的input 每次在财经平方的用户观点看到卡尔先生的内容 我们都觉得有收获很有充实这样子 好那卡尔先生除了在input 探索总经之外也有自己的频道 那本集呢也会在卡尔先生的YouTube的直播频道也会播出 那民放的用户呢可以在YouTube或Facebook搜寻卡尔先生 就可以找到他咯 那我们请卡尔先生跟大家来说一些话好了 卡尔先生 大家好我是卡尔先生 那我的专场是观察分析政治 全世界的政治财经的动态 并且从中呢找到一些投资的趋势跟机会 那其实呢我也透过了这个成立的YouTube的频道跟Facebook的粉丝团跟社团 来跟大家分享我对于趋势的观察跟一些投资机会 那么在我的Facebook粉丝团内呢 其实有很多总经跟投资的高手 也会分享很多很有用的讯息 欢迎大家都可以加入哦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财经M平方 邀请我跟RogerVivian一起分享 对于这个制造业循环末端区域政策产业怎么看 好卡尔先生已经把我们等一下要一起讲话的研究人讲了 我先问就是因为这次有放在卡尔先生的频道上 那我们也让卡尔先生听众朋友也来认识财经M平方 财经M平方是亚洲最专业的总经投资平台 包含全球的股汇债原物料的基本面 我们都用图表动态图表的方式让你来轻松了解 进入介绍之前 我先问卡尔先生一个问题好了 卡尔先生有没有听到我们前几天发表的ETF专区 想请问一下你有什么建议跟看法吗 我觉得财经M平方新推出的ETF专区真的蛮棒的 谢谢 这里面最主要是它除了是个中文化的界面之外 因为现在很多在搜寻ETF都是英文的界面 难得能够看到这个中文化的界面 在这一个平台上大家还可以设定 大家在挑选ETF时候最主要的几个关键指标 包含像手续费 ETF的总市值成交量 还有它过去一段时间 不同ETF之间它的performance的比较 所以就能够让用户能够去过滤出 最适合投资的ETF 这里面还有一个最厉害的 真的是蛮让我惊讶的 就是它竟然还可以 每个不同的ETF还可以连接到财经M平方总金的指标 让用户能够去判断目前的投资的趋势 来决定这个进出场的时间点 好 谢谢卡尔先生的介绍 基本上你对于我们最新推出的 美国发现2000多股的ETF是有兴趣的 欢迎点击下方的连结 你就可以看到了 回到今天的主题 我们今天会围绕在近期的总金趋势的讨论 包含了美国 台湾新型市场 甚至用量化的方式来带你了解 近期制造业循环跟长线的景气循环的各产业的表现 我相信这一次卡尔先生的专业 会有很多独到的见解跟想法会给我们 同时我们就邀请今天M平方的全球市场研究员Vienna 来跟卡尔先生一起讨论 欢迎Vienna Hello 大家好 Vienna今天介绍出场的时间有点久 因为卡尔先生来 我们花多一点时间来介绍他 两位是第一次见面吗 对 难得看到美女坐在我的面前 对 卡尔先生今天 有点小鹿乱撞 对 好 我希望今天可以有很多的切磋 然后有一些火花 可以带给两边的听众朋友 不一样的一些观点跟观察 今天主要分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我们来讲美国 8月26号即将要召开的Jackson Hall会议 其实也就是我们录音的今天晚上 你就会听到了 说表的时间是否提前 市场会怎么反应 第二个我们除了货币政策 制造业循环的末端 有什么样最适合投资的产业呢 再来我们看一下台湾近期的表现 再拉到新兴市场跟原物料 可能的基本面走势违和 最后你会提到很重要的 卡尔先生的投资心法 他是如何利用总金数据来确认趋势 进而投资的呢 今天内容非常多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好我们直接进来第一个主题 我们来看一下即将在8月26号到28号 美国举办的 也不是美国 就全球央行年会 Jackson Hall 我们其实看到7月的FOMC的会议纪要上 就发现了 多数的委员有指出说 如果经济发展符合预期 今年呢将会适时的开始缩减 每月购债 那就暗示说 如果就业市场还是这么好的话呢 那缩债可能会提前喔 Vivia我们要怎么样来看联总会的态度 联总会的态度 其实最关注的就是缩债 Tapper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可以帮大家从2013年的那次Tapper 来看一下现在的状况 2013年当初的Tapper 其实他在12年的9月啊 联总会就逐步有开始讨论说 要做缩减购债的一个动作 这个状况其实跟今年上半年就蛮像 就是市场逐步开始有一些预期嘛 然后接着就是进入一个市场 资产一个比较震荡的期间 其实整个Tapper的过程啊 我觉得13年那次来看 联总会的态度其实可以分为 两个部分去观察 那一个是13年的上半年 就是从开始有Tapper预期 到Bernanke Shock之前 然后跟13年的下半年 就是真正开始缩减购债之前 那我们先讲第一个部分 就是在2013上半年 当初开启Tapper第一枪的是 在2013年1月29号的FMC会议上面 那那时候的Kansas的一个联储的总裁 Aster George 他是首度的对于延长购债这件事情 投下反对票 所以也就是验证了市场 从12年9月开始在讨论的 说在这件事情 就是说联总会他确实是 有部分的委员开始在 考虑要去停止购债的这件事情 其实会议之后马上看到的是 新市场马上就是10%的一个崩盘 后面的话就是3月4月的会议 其实从会议记录中也是 陆续的有看到说部分的委员也跟进 然后开始讨论说在这件事情 跟现在有点像 对那现在状况就是 刚刚Roger提到7月的会议记录 6月的时候FMC的会议记录是说 许多委员开始讨论 7月的时候是说多数委员开始讨论 对他的用词是从6月是说various 然后7月是用most 就是我们在看联总会他的一个会议记录的时候 他其实要非常的去观察 这些很细微的措施改变 那这也是联总会跟市场沟通的一个方式 其实现在的状况就跟13年上半年 其实蛮像的 再回到13年 那个时候市场的预期啊 其实在5月22号 Bernanke他的一个听众会上面 他熟悉的去公布说 联总会确实我们现在是在考虑要进行缩减购债 也就是非常著名的Bernanke Shock的事情 去证实了大家的这些预期 所以在Bernanke Shock之后 新市场马上又崩了20% 那美股这一次也出现一个 修正了将近10%左右 这样子的一个市场动荡加大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刚刚讲到Tapper 你可以去看他的第二个部分 就是在13年下半年 可以很明显看到说 下半年之后联总会的态度 就逐渐的转缓和了 那主要是因为市场的波动实在太大了 所以在5月的Bernanke Shock之后 紧接着7月18的一个听众会上面 Bernanke他又出来讲话了 可是他这次是重申说 缩债之后还是维持一个非常宽松的环境 那一直到9月 9月其实原本是市场预期 FMC要去公布缩债的一个时间点 那他9月的时候就反而是正式的去推迟这个决定 那等到这个时候呢 才看到新市场有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落地 所以到最后呢 其实联总会他是推迟了 缩债这个决策大概一个季度左右 然后一直到年底才正式宣布要进行缩债 那我觉得现在的时间点 其实就有点像 2013上半年跟下半年中间的这个交界点 那其实新市场从5月开始就在反映这件事情嘛 那到现在已经下跌了大概是有5%左右 那原先市场都是预期说 本周末就会登场的一个Jackson Hole会议 鲍威尔会在会议上面 正式的去跟市场确认说说在的这件事情 但是目前因为从5月到现在 其实中间新市场 甚至是美股可能也都有一些波动 所以目前这样的一个预期 似乎好像是有被推演到9月的FOMC会议 甚至是整个Q4 就是大家其实对时间点上面 都还是比较不确定 或是比较没有共识的一个状况 那我自己会觉得说 基本上经过2013年的教训啊 我觉得联准会应该不太可能会等到市场 他已经崩了20% 美股可能崩10% 新市场20% 对他才去反应 所以其实换一换句话说 就是这一次他可能就是会有taper 可是不一定会有tentrum 我觉得啦 尽管的话就是还是会有taper这件事情 参考2013年的状况 你其实把时间拉长来看啊 新市场他虽然还是看到一个比较大的回档 可是美股在这个过程中 他是一路是震荡创高的 一直要等到真正15年之后 真正的缩表升息 才会看到他有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修正 好 谢谢VV 至于什么时候要缩债呢 其实我们有另外一个数据可以看 7月的一级交易商的调查 有6成的交易商认为 明年初才会开始缩减每月的购债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今天我们录音的当下发生的 全球央行年会上 鲍威尔到底有没有机会 在这一个场合里面就讲出 缩减购债的这样的讯号呢 或者是真的会到刚刚VV有提到的 可能9月10月FOMC会议上面 才会释出更多的缩减购债的路径规划 卡尔先生我想问你 你觉得市场现在已经开始反映了吗 要用什么样的点来观察呢 对我认为目前市场上的投资人 对于联准会缩减每月购债的时间 我认为大家的我的判断 大家针对这个时间点的看法 事实上还有分歧的 所以现在市场上应该还没完全反映 缩减购债所带来的冲击 我最主要判断的依据 我们来看一看黄金的价格 黄金它其实对于美元的走势 跟美国的实质利率都相当相当的敏感 也就是说当美元的走势开始往上升 实质利率往上升的时候 那个时候大概率就是会联准会 开始缩减每月购债的时候 当美元指数跟美国实质利率的趋势 从现在的震荡往上升的时候 大家就会看到黄金的价格 应该会明显的持续向下 对但是现在其实你把周期拉长一点来看 几个月来看 黄金的价格都还在上下的震荡区间当中 就是大概在每盎司1680到1880的区间 在震荡它并没有很明显走出是上升或下跌的趋势 所以按照黄金的价格来判断 目前市场上的投资人对于联准会 何时要开始缩减每月购债的时间点 其实还是有分歧的 OK我们听到的是黄金 那我想多问一下VVN 我们除了黄金之外 你还有什么样可以当做领先观察市场反应的呢 其实我觉得就像刚刚凯尔先生讲的 黄金金价的走势基本上就还是在一个观望的状况 那美元每债其实也都算是 但是在联准会货币政策转向的这种时间点 其实原物料跟新银市场 它是会去做领先反应的 那目前现在也就是看到原物料跟新银市场 这边的跌幅是比较大的 也就是去印证说 其实市场上是有这样的预期 但是时间点上还没有太大的共识 好我们听到了 就是时间点上面的共识 基本上现在比较注目不定 但我相信在Jackson Hole 8月28号结束的时候 应该会有发现一些短倪 那届时不管是卡尔先生的频道 还是M平方自己本身的网站 我们都会做一些更新 让所有的听众朋友或用户 都能知道接下来说在到底会怎么样 那我现在来问一下 我们讲到的是 新银市场跟成熟市场 在最近的近期的PMI公布之后 发现出来一些 由制造业循环 可能会走到末端的一些讯号 那来看一下录音的当周的周一 8月23号 欧洲是领先全球最快 8月公布了8月的PMI 那是不是也佐证了这样一个 制造业分歧的一个状态呢 先请Vivi分析一下这个数据吧 制造业走势分歧这件事情 应该就不用再多赘述了 大家可以去看快报 基本上就是新银市场 它还比较率先的去转弱 但是成熟市场还是有支撑的状况 那这个礼拜最新公布的 欧洲8月的PMI 它的制造业跟服务业 虽然都没有在创高 可是都还是在高档 像它的制造业PMI 是从原本的62.8 小幅的滑落到61.5 那服务业是从59.8 小幅的滑落到 微幅的滑落到59.7 制造业这边 它主要是来自于 它的细项里面产出这边的下滑 这也是之前有提过 就是供应链这边的状况 因为缺工缺料 然后导致说它的生产其实跟不上订单的 这个状况从8月数据来看 还是在延续的 而主要的制造国家 像德国 它的产出的一个细腔 甚至是来到7个月的新低 那我觉得 这一次欧洲的PMI 比较大的亮点 刚刚讲的供应链这状况 其实已经好几个月了 我觉得这一次数据比较大的亮点 是来自于服务业跟就业 它8月的一个服务业的outlook 就是也算是PMI里面的一个细项 它的一个outlook的成长 是疫情以来首度的超越制造业的状况 刚刚讲到说产出下降的状况 其实反而没有在服务业这边发生 而且它的产出反而是上升的 在服务业这边 另外第二个亮点就是就业状况 这一次的数据可以看到 是就业状况是大幅的好转 尤其是服务业这边 它的就业的雇员的一个增幅 是来到2007年10月以来最快速 也反映说我们之前有一直在讲说 商品转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周期的轮动 那下个礼拜其实也会 陆续的去公布一些新市场PMI 像是中国台湾的 那也会去持续关注说 这样子新市场 它跟城市场分歧的一个 的一个状况 会不会持续的发生 好 基本上商品转服务已经是 从各个数据来看 已经是相当明确 我们在上周的M平方的Podcast 讨论到的美国密大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也有透露出这样子的一个迹象 同步来观察卡尔先生最新的直播 也是在讲自己对密大的一些看法 我们就借由这个机会 请卡尔先生来跟听众朋友讲一下 你对于密大消费者信心指数 最新的看法跟判断 在8月13号公布的美国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 我觉得这边有两个最主要观察的重点 第一个是它的下跌的幅度真的蛮大的 它从前一个月的86下跌到本月份70.2 那70.2这个数据是甚至比去年 美国因为新冠肺炎封城时候的数字还要低 所以第一个是下跌幅度真的蛮大的 那再来第二个是这个指数 从去年第二季美国发生新冠肺炎 然后让这个指数跌到谷底之后 然后这个指数就持续往上升 可是它在最近这三个月 指数就是由最高点开始往下滑 那基本上大家在看这个指数拉上来之后 再往下跌的这一个现象 其实就可以代表是一个趋势的反转 那为什么会下跌呢 其实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美国民众 认为现在的房价房租装修成本 汽车成本等等这些东西 价格上涨都太快太高 所以造成美国民众购买这些耐酒财商品的意愿 也大幅降低 那除了美国之外 那我其实也跟大家分享 对于中国消费市场的一个观察 那中国的消费市场目前也在下滑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 有一个很有名的指数叫李克强指数 这李克强指数就包含了 中国国内的铁路运输量 还有中国国内的用电量 以及银行贷款的发放量 那这三个东西 这三个指数都可以来代表 中国经济的动能 这个李克强指数从今年2月份开始 就由上升的趋势转变为下跌的趋势 而且下跌的趋势的状况 事实上是十分明显的 所以这也代表 中国国内的消费的需求 其实正在不断的放缓 那么我想 在美国跟中国这两个国家 他们的GDP加起来 已经超过全世界40%的情况下 当美国跟中国对于商品消费力度 开始有明显的下降的时候 我想全球对于商品消费的动能 就会持续往下滑 那以出口为主 以出口为导向的台湾 未来应该会蛮有明显可以感觉到的 谢谢卡尔先生 Vivi呢 我想问你还有什么数据可以讲 我补充一下 就是刚刚卡尔先生有提到 成本这边上升太快 然后去影响到消费的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这个状况感觉是 我目前看起来在中国这边是更为明显 中国它的一个企业的成本 来去压抑它的利润的状况 尤其是在中小企业这边 其实是更受到大家去关注的 所以人行它在7月的时候 才会去进行一个全面的降准 而在美国的这个部分 补充上个礼拜有公布的 美国存货销售笔的部分 那它的一个制造业的库存 在最新的数据里面 还是创下历史新高 所以等于说它从去年年中到现在 补了一轮又在今年的QQ2 推了一个1.9兆之后 又再补了一轮 其实现在的库存的水位 其实已经算是蛮充裕的状况 可是它下游的零售业的库存 最新的数据 它甚至都还没有回到疫情前的水准 大概才可能一半而已 所以也反映之前有提到 制造业它的一个循环 上升周期走到中后段 就是所谓的陌生段 它的上下游的状况 其实是非常分化的 不管是前面提到从上游制造业中国 然后到比较是偏中游的中间台的台湾 然后下游的一些欧美国家 他们还是很强的状况 其实都是分歧的 而照目前的数据来看 下游会觉得说 照这一次的一个库存的水位来看 下游应该还是会有一波补库存的行情 但是就不会是像从去年到今年 其实整个产业链 从下游到上游 全部都在进行回补的状况 那么强劲 好 那我想多问一下 美国现在看除了联准会的态度 还有基本面之外 我们来多谈一下产业的表现好了 我们已经讲了 现在是属于制造业循环的一个中后段 算是末段 我们用GICS的11个产业别来看的话 Vivi我想问 现在有观察到什么样的产业板块 有什么样的消涨吗 其实之前有讲 8月是一个 我们都觉得是非常关键的月份 或者是Q3底 Q4出的这个时间点 因为除了制造业的状况 原先从我们看扩张期 大概就是看到Q3左右 它最近也开始从数据来观察的话 也有慢慢出现一些转折 另外就是经济数据跟财报表现 其实都全部都已经过了最低的 几期的状况 而最重要的就是来自于 货币政策的转向 所以整个8月的全球股市都是很波动的 可是你去细看会发现说在防御性的板块 像是医疗保健 公用事业 或者是非循环性消费 它甚至是呈现逆势涨涨 它表现是比较称盘的 那价值比较大是来自于哪里 就是来自于一些核心循环类股 像是原材料 工业 或甚至是金融 这些跟美债殖余率 它的相关性比较高的这些板块 到了这个礼拜才看到这样的状况是有比较好转 而这个其实跟景气 它是从复苏转到扩张中间的一个震荡期 它会出现的一个特征其实很像 那我们来看一下景气 它在复苏段的时候 其实政策都还是非常的大力宽松 而基本面上面就是由制造业 它去领先做一个复苏 那在叠加说衰退期间的一个超低机器 所以在复苏段 你很容易看到的是像是10% 20%的这种 双位数的成长 包括说像是能源原材料 我们去统计 它在复苏期间 它的EPS增长幅度 甚至都有接近或是超过50% 但是当经济它走向过张的时候 政策就会慢慢的去做退场 然后并且是转向辅助 所以这时候产业间 它很难再去看到像是复苏段 这样子非常高速的一个成长 而它的增速就会是转而走向是比较平稳 可能是你原本是看到是10% 20%的年增 那到扩张期可能就是5% 6%这样子 那从复苏它转成长中间的过渡期间 其实会有一个震动期 因为市场要去反映说 它不会再看到的是双微数的营收 那它的资金也不会再是那么充裕等等 所以扩张期会看到的是 产业间它的资金是非常快速轮动的 唯独就是可能像是比较偏向长线趋势的产业 它就能相对的比较能够拉开差距 那其实这个后面的逻辑很简单 就是你钱比较少的时候 你能重压的选择就变少嘛 那你重压你就是重压长线趋势 会是比较合理的选择 例如说我们具细看 像是1998到1999年跟2017年之后的科技板块 这些都是在扩张时期里面领先的板块 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是在走一个是 科技的生产力循环 又或者是说2004跟2005年的能源板块 那我们知道那段是在走源物料的超级循环 所以这些板块在这样子的扩张期间 都是打败打盘 并且是位于产业的表现比较前段般的 而我们也去统计了一下 它板块的一个量化报酬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在复苏期间 那所有的全产业的一个板块 它的胜率几乎都是100个percent 但是到了扩张的时候 就会有出现下降的状况 那为二还是维持100percent胜率的 只剩下公用事业跟医疗保健 那你从报酬率来看的话 年化报酬比较高的就是来自于科技产业 它的年化报酬在扩张期间甚至有达到20percent 那其他产业大概就是3percent 5percent不等 VB现在特别讲了就是复苏转扩张的这个期间 也就是现在我们正值的一个 紧急循环的位阶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 从扩张趋缓衰退复苏 四个象限里面 各个产业他们的报酬 会怎么样子是胜率最高 或是报酬最好 那都在我们8月26号 在N平方推出的最新的量化报告中 然后欢迎大家可以来看 那接下来我想把问题抛给了卡尔先生 卡尔先生过去也在自己的直播频道上 讲了很多不一样的产业 那我想问现在这个时间点 你有特别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什么样的产业吗 或是你已经在关注的产业 有产生什么样的变化了吗 好我想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三个板块 在过去一段时间呢 其实在我的频道上 一直跟大家分享到 有关于这个原物料的板块 那其实在这个制造业循环 到达末端的时候 那商品消费的趋势开始放缓的时候 对于原材料的需求呢 也会开始放缓 其实这比较不利于原材料板块的股价 比如说大家可以观察像铜的价格嘛 铜呢 它的价格从今年5月初的高点 下跌到前一阵子低点 基本上已经跌幅了19% 非常大 对对对 所以在目前这一段时间 其实我在投资上会尽量的避开 这些原材料板块 那再来呢 我比较关注的科技板块 其实有两个区域 一个是科技板块里面的 硬体设备跟半导体 还有就是科技板块里面的软体跟服务 那先谈到硬体设备跟半导体 其实从去年呢 新冠肺炎爆发到现在 那因为全世界供应链大乱嘛 那很多的公司呢 怕因为供应链大乱缺料的关系 都大量的囤积很多的电子零组件啊 还有包括像晶片的库存 那所以大家可能要注意的是说 在未来一段时间 当商品需求慢慢趋缓之后 可能很多的厂商 也会开始面临库存过高的问题 那甚至严重一点 可能会被砍单 这将不利于这些厂商的营收跟获利 所以其实在搭配这些硬体设备 跟半导体的股价 也在相对的高档 所以这个我短时间也会避开 那像科技板块里面的软体 跟服务类别的 那软体跟服务 其实它比较不会受到商品需求减缓的影响 但是因为这些软体跟服务类型的 这些大的这些科技巨头 这些公司的股价目前也偏高 那在我看来 其实现在的风险很可能大于报酬 所以像科技板块这一块 我可能会耐心的等到股价修正后再进场 所以其实以目前我个人的操作来看 我目前会相对拉高我现金的比例 那耐心的等市场 有一定程度的修正之后再来进场 我们在近期的报告里面 也有反映出跟卡尔先生 大概类似的一个common 那也请PP帮我们说一下好了 就像刚刚卡尔先生提到 原材料板块啊或者是科技板块里面 硬体设备跟半导体这边 像是在供应链的状况 就跟前面讲的制造业循环 或者是库存循环 或者是电子循环 它其实都是同一件事情 那短期上如果有去供应链做调整的话 股价一定是会看到修正 这是非常合理的 但是为什么卡尔先生说 还要提高 你要提高现金比例 然后耐心等待股价修正再进场 那为什么修正之后还能再进场 就是因为其实长线 它的一个生产力趋势 尤其是在科技板块这里 是没有改变的 所以其实有在听M平方的 听众朋友们也会知道 我们在讲的生产力循环 基本上这一波的生产力循环 也是由科技产业来驱动的 所以长线目前生产力循环的 位阶并没有改变 所以我们还是会在长线部分 认为科技还是可以值得去做投资 接下来我要再问更聚焦一点的 也是问卡尔先生 你怎么看待最近在台湾很夯的航运 或者是台湾成分最高的电子业 OK 其实我个人的看法 台湾电子业的景气 目前应该已经来到最高峰了 或者目前已经在最高峰往下了 我个人比较主观的判断 如果从现在开始把时间拉长 两到三个季度来看 大家接下来要注意 可能会遇到很多电子业的厂商手上 因为原物料的库存过多 然后再搭配全世界市场 对于商品消费的需求的减缓 不排除这些很多电子业的厂商 未来可能会面临订单减少 甚至被砍单 可能会影响到这些电子业的营收跟获利 这个是大家要比较注意的 再来有关于传产 传产股 其实所有的传产的股票 他们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周期性 它的周期性是比电子业还要更为明显的 所以当全世界对于商品的消费 消费的需求开始减缓之后 对于传产股的冲击 其实可能会比电子业更为明显 再来聊一聊 大家都在谈的航运 虽然近期我的看法是 虽然近期全球新冠肺炎的感染 正在加剧 塞港缺货柜的问题 还是很严重 海运的运费也居高不下 但是大家可能要注意 因为过去一段时间 在台湾的航运板块的股价 搞不好都已经反映完所有的利多了 可能今年底到明年的一些利多 基本上都已经反映了 所以很有可能台湾航运板块的股价 的最高点可能已经过去了 好 那Vivi呢 你觉得 我补充一下 从电子产业开始讲好了 其实从工业上面来看 中国它已经进入一个被动加固存的状态 那台湾最近几个月来看 是慢慢有在主动补库存的情形 那确实近期从电子产业这边 有看到刚刚卡尔先生提到高峰往下的现象 例如说7月的台湾的PMI的客户端的存货 是出现跳升 那是疫情以来首次的回到50以上 而这个跳升主要就是来自于 电子机光学还有电力机机械 这些跟电子比较相关的一些板块 那航运类股的话来看 我会觉得航运它算是一个核心循环类股 可是大家可能会困惑是说 像PVT的那个板上面都在讨论说 运价还是一直在创高 对 为什么运价在创高 可是股价就是高点 已经回来20-30% 为什么股价上不去 我觉得一样就是 因为股价它反映的是成长性嘛 运价它还在涨 可是你去看它的年增率 已经是明显下滑了 而这也是因为它受到一个循环的 就是刚刚卡先生要周己性的一个影响 而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循环趋势 它其实是不可逆的 只是说时间点上 它会很快的发生 还是慢慢的发生 所以我觉得 在这样子不可逆的一个情况之下 航运也要再看到下一次的 像今年这样子的一个大爆发 是不是可能要等下一次制造业循环 三年后再见 好 谢谢卡尔先生跟VB 刚刚两位讲的东西 基本上都在讲的是 今年的下半年 如果我们专注看 就是几个比较像是周己性 循环周己性的类股 或者说电子业 看来都有一些风险要注意 那我还要再问一下卡尔先生 如果我下半年还是要投资 就算有风险 我觉得我还是要 必须还是要保持自己在市场上 有什么样的风险 可以特别提醒听众朋友的吗 好 我想 这个M平方的创办人Rachel 她之前经常说 其实股市的行情 就等于资金加上心理 刚好最近这一段时间 我也在观察 这个市场上有两位投资的大神 一位叫Michael Berry 这个Michael Berry其实很有名 他因为成功的做空了 2008年次贷海啸 那他的这个战机 这个实际的这个例子 就被拍成一个电影 叫大麦空 Big Shark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叫Jeremy Grahan 他被誉为这个泡沫的预言家 这两位大神呢 近期都分享过同样的一些看法 因为他们都研究过 历史上各个国家 大型的资产泡沫 不管是股市房市 在泡沫破裂之前 会出现的共同现象 那我做分析一下 这两位他们的研究 归纳出三个重点 做一个总结 第一个叫做散户进场 第二个叫疯狂情绪 第三个叫加杠杆 所以其实从去年的年底以来 在很多的新兴市场 包含台湾的股市 其实都大量的涌入 很多的散户投资朋友 而且这里面还有个特点是 有很多很多 从来没有投资过股票的新手 都进来了 投资欲望强烈 对 那这些新进的投资朋友 其实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们的投资心态 其实投机的心态 其实就比较强烈 都想要短时间 就能够很高的获利 其实从哪边可以观察 有这样的现象 其实从前阵子 台湾股市总成交量 有超过一半 都是当充客贡献的 就可以来做判断 因为你当充 其实就是一个 很明显在加杠杆的行为 对 那从历史的规律来看 当一个国家的股市 涨到历史的高点 同时又有大量的散户进场 然后这个散户的情绪 又非常的亢奋跟疯狂 同时这些散户 都不断加大杠杆 让股市越涨越高后 一旦未来 全世界的环境开始改变 资金动能慢慢退潮 同时投资人的情绪 从原本很疯狂的看多 开始冷却之后 一旦遇到一些黑天的事件 那股市上涨趋势反转向下 这个时候 这些散户投资朋友们 这个可以说人性当中的贪婪 就会转变为恐慌 所以在这个时候 下跌的幅度都不会太小 所以大家可能要 比较宏观的来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好 谢谢卡尔先生 给投资用户的一些 关注风险的一些心法 那我们刚刚其实花了 蛮多时间在讲美国的经济 基本面 甚至美国的一些货币政策 然后讲到了产业 下一个主题更重要 我们来聊聊近期的新兴市场 包含着讲台湾原物料的 后市的走势看法 下周一见 好 进到我们第二个主题 这个主题我们来聊一下新兴市场 那进到新兴市场 就不得不聊一下台股 台股在8月20号当周震荡下跌 最低来到了16300点 那本周录音的时间的收盘 又破万七了 那在制造月循环来到了中后段 看起来介于主动加库存的台湾 震荡确实比较大 VV跟我们讲一下台股的中长期看法吧 台股确实这个月以来波动非常剧烈 之前有提到就是台湾结合了短中长期的一个循环 我觉得这意味着是说 虽然它长线是有受惠到一个生产力循环 但是它中短期确实也会是跟着短周期的制造业去做一个波动 如同前面提到的制造业循环的上升周期 其实已经就我们现在的判断 会觉得说它已经进入中后段了嘛 从过去20年来看啊 每当制造业循环它见高点的时候 台股都会高档 大概修正可能10%到20%不等 但我觉得我今天比较想强调的事情是 你去看过去20年 在这样的修正之后啊 往往在接下来1到2年 台股都还是有高点的 这是因为制造业循环它见高点之后啊 它不是马上衰退 它还是有增长 只是说它的成长率是放缓的 有点像是我们Prior 1提到的 缩债的这个议题啊 缩减购债之后 不是说钱马上变少了 只是变成说政府给你钱的速度变慢了 但是市场就是由收入减难嘛 所以市场它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来去 适应这样子的转变 导致说中间啊会看到一些短期的修正 而这也是景气它有一个复苏转向扩张的特征 目前台股一度就是有修正到快10个percent嘛 那这周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拉回 可是我会觉得说 如同前面提的Q3底跟Q4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过渡期 那这一波它是一个反弹波 还是说它直接就是落底要走扩张段 我觉得还很难讲 主观会觉得现在的很多数据啊 其实看起来都是在转折点状况 例如说台湾的出口 接下来8月9月就是很关键的时间点 所以我们也一直在紧盯说 电子零组件它的一个绝对金额 是不是能够在8、9月手持续的站稳 145亿的门槛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转折点上面 我会觉得说短期上可能 还是以观望是比较好的选择 拿去适时的去增加你的现金部位 等待的这样子的一个数据的状况 其实都已经出炉了 然后它的局势也都是比较明朗 之后才去做一个扩张段的一个长线的布局 好我们从台股 所以等一下也会问台股 我们台股跟新市场来问一下卡尔先生 本周新市场行情巴西欧罗斯 涨跌幅不太大了 大概1%上下 亚太市场表现好像就比较好了 除了疫情爆发越南 想问卡尔先生 你有看到在新市场这边 有什么样的后市的展望可以分享吗 好我想近期都有看到 其实有不少的资金 从新市场在撤出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关注一个指标 美元指数 如果美元的指数继续在往上升 不管它是直接往上拉 还是震荡往上升 其实对于新市场股市的压力就会变大 新市场股市下跌的风险就会变高 如果我们再谈到台湾股市 我想跟大家比较一下 2015年跟2018年 这两个时期有什么特点 这两个时期都是美国没有继续 这个推出QE 也就是说全球货币政策 在相对紧缩的情况下 在这两个时间点 随着全球商品的需求的放缓 那台湾的一些出口数据开始下滑 那在2015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台股跌幅是27个percent 27个percent 那2018年台股的跌幅是17个percent 那到目前为止呢 就是好像今天收盘的时候 台股从高点下跌大概只有5个percent 所以如果按照这样子来比较的话 之前的27个percent跟17个percent 目前只有5个percent 可能要注意未来下跌的几率还是蛮高的 那Vivi呢 Vivi这边有什么要补充 那我先补充一下台股这边 就是刚刚卡尔先生提到 其实接下来货币政策转向 新市场这边的压力时会越来越多 那我补充一下时间点的部分 我自己的观察啦 有点像第一个part 讲到2013年tapper的时候 其实13年跟现在状况非常像 13年它的tapper的时间点 制造的循环也是跌高点 可是它制造的循环 真正翻到零走的时候 以下要从一个缓增长到负增长 其实是2014下半年 2014下半年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那时候的油价是从100多跌到剩20几块 对 那从这中间啊 新市场它也是盘整了将近一年多 那它在14年之后才看到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趋势的转弱 那随后才是2015年的新市场风暴 就是刚刚卡尔先生提到 2015年台股跌27%的那一次 那我觉得现在可能就还是走一个缓增长 那要看到接下来像是真的是基本面已经转弱 可能20-30%的跌幅 我觉得那是时间点可能是明年的时候 可能年中或者甚至是再往后一点的时候 才会去看到像这种整个趋势性的转弱 那新市场另外一个压力啊 如同刚刚有提到的观察重点美元指数 美元的压力 因为新市场它就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资产 那高风险里当就是会要要求一个高报酬嘛 如同说像是违约率比较高的高收益债 它的风险越比较高 所以它就是提供一个比较高的指令率 那新市场也是如此 所以说为什么接下来会觉得这边压力越来越大呢 就是因为说假设今天联准会它进行缩债 甚至是升息 那投资人为什么不把他的资金去放在 接下来利率看涨 风险又比较低的美国呢 新市场央行它当然也都会知道这件事情 它也要去再去提高更高的报酬 才能够留住这些就是所谓的热钱嘛 例如说像今年上半年巴西跟俄罗斯 它都是接连的去做升息的动作 或者是像昨天 昨天南韩也进行了疫情来的第一次升息 也是亚洲第一个升息的国家 不过新市场它去做这样的一个升息的动作 同时它虽然是维持住 它跟海外成熟经济体的这些利差的一个诱因 但是它同时也会去压抑到它国内的一个经济成长 那我觉得这也是新市场目前的一个窘境 所以才会听到我们一直在强调说 新市场它最佳的投资时期就是在复苏段 因为复苏段成熟市场 它不可能会去冒然的去缩手它的货币政策 冒然的去转向紧缩的一个动作 那复苏段又是制造在最强劲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间点对新市场来说 基本上就是双赢的局面 但是如果接下来是转扩张时间 扩张时期的话 那新市场难免会看到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比较是利多的一个状况是在小推的 好谢谢刚刚VV跟卡尔先生 其实都有讲到新市场的一些看法 不管我们是从政策面 不管我们是用近期的基本面的数据 或是用历史来看 现在看起来要投资新市场的风险 是相对来的比较高的 那VV其实也有提到 昨天我们录音的前一天 8月26号比较重磅的消息 就是亚洲经济名列前茅的韩国 央行也做升息的动作了 那我就想要问说 问卡尔先生 新问卡尔先生好了 这算不算是打响成熟市场 升息的第一枪 然后当然加拿大也有了 但是大家是不是越来越关注这件事情 你们看法是什么 台湾会不会更进呢 好 其实韩国央行 这个突然宣布升息一马 其实他算是这个亚洲主要国家当中 第一个升息的经济体 其实在亚洲国家经济体里面 最大就是中国 第二是日本 第三个就是韩国 所以第三个 这个亚洲第三大的经济体开始升息 那现在虽然韩国国内目前Delta新冠病毒肆虐 其实不利于他经济的复苏 其实韩国的央行在现在是不应该升息的 但是看来韩国的央行对于目前因为低利率 然后热钱太多 造成了韩国的股市房市价格飙涨 这些金融资产失衡 韩国央行对于这金融资产失衡的担忧 比这个新冠病毒的肆虐更害怕 那这个金融资产失衡会造成什么问题 就会造成韩国的年轻人买不起房 贫富差距 贫富的悬殊就又加大 然后就是代表这个民怨会起来 那刚好韩国明年又要选举 所以韩国政府可能会寄出这样的措施 来想办法压抑这个金融资产 那韩国现在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韩国年轻人也都疯狂的炒股 所以很可能之后 不排除在韩国 也会看到资产价格大跌 并且引发一连串的问题 所以韩国央行现在升息 最主要就是要抑制这些东西 抑制这些泡沫 然后可能有为了明年要选举的关系 所以当我们看到韩国央行升息的时候 我们同时要回来思考 就是台湾的股市房市 是否有泡沫化的问题 然后有没有散户疯狂进场炒股的这些问题 还有可能要思考一下说 台湾的央行会不会开始跟进升息 尤其是台湾的房价 过去的这好几个季度 这一两年的时间 其实涨幅都蛮大的 对台湾的房价可能也会有不少的冲击 Vivi呢 你觉得台湾央行会不会升息 就是 就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台湾央行会不会跟进 那这个原因其实是因为台湾跟南韩 它在供应链 尤其是电子半导体的供应链上面 它是位于一个 它的位置是非常相近的 那台湾跟南韩的一个经济结构 其实也很类似 而我自己主观会觉得说 短期内台湾央行 它更进的几率是比较低的 因为从目前看起来啊 南韩它这一次做的升息 比较多是来自于国内的因素 例如说刚刚讲的房价 然后金融资产失衡等等的 而它不是说像是一个比较是跨国际的一个系统性风险 例如说像巴西跟俄罗斯他们去做升息的状况 似乎好像是不太一样的 那另外就是来自于说 南韩它的CPI跟台湾的状况也不太一样 南韩的CPI是连续四个月都是在2%以上 可是台湾这边就是短暂的 你只有看五月的CPI是在2%以上 所以我觉得这些因素去影响之下 台湾央行短期要去跟进 我自己觉得几率是比较低的 那目前市场上预期啊 从包括说经济学家的预期 或者是一些外资的预期都会是 觉得说台湾要去做第一次升息的时间点 可能会是落在明年的下半年或是年中 那我觉得它就算是因为这样子去提前 也不会是在短期内 好谢谢两位的分析跟判断 我们台湾的部分 或是说南韩的部分 大概讲到这 我现在想要问的就是商品 好尤其是黄金跟原油 卡尔先生对黄金跟原油 在自己的频道上也非常多的内容 然后欢迎大家也可以直接到 卡尔先生的YouTube上面去观看 那藉由这个节目我们来聊一下 我们都已经讲到了 商品消费确定转服务了 那卡尔先生这样子对原物料的后市会有什么影响 好那我们就先来聊聊黄金 我认为刚刚一开始有聊到 黄金其实未来走势 现在最主要就取决于美联储 何时会开始缩减购债 只要美联储开始缩减购债 那这个失职率开始往上升 然后这个美元指数开始往上涨 那黄金下跌的压力就会很大 所以我个人看法短时间在美联储还没正式的 开始缩减购债的情况下 黄金就可能是走震荡的趋势 不太容易走出明显往上或往下的方向 所以投资黄金的朋友可以再密切观察 这个很重要的 就看美联储的动作 那谈到油价 我认为油价有一些正面的影响 跟一些负面的影响 正面的影响就是 从现在开始到这个今年年底 明年初可能全球的库存 原有的库存还是持续的减少 这个是有利于油价的上涨 但是现在一些负面的因素是什么 就是全球新冠肺炎感染人数 不断的还在增加 所以这个一正一反底下 我目前对于油价是持比较中性的看法 所以就以西德州原有为例 我认为它的价格很可能就在 60到75元之间上下震荡 就比较中短期 这未来几个月的时间 就可能在这个上下的震荡 基本上我们M平方对于原油的观察 也是观察的很久 而且有用不同的数据去确认说 现在目前原油的状况 Vivi原物料的部分你怎么看 原物料确实它就是在下半年 看到整个一个族群都是转弱的情况 但其实我觉得大家要去注意的是 原物料它的波动 其实本来就比较大 它很容易就是看到 20 30%的一个回答 然后再看到10% 20%的反弹 这其实都是很常见的 今年下半年的状况就是如此 但是原物料几乎都是没有在创高的情况 油价这边也是 它就从7月的下跌到现在之后 其实本周又看到了将近10%的反弹 所以原物料这边的波动 一定都是非常剧烈 那你说高档震荡 震荡幅度也会很大 但我觉得长线的趋势来看 如果假设就讲油价好了 从全球原油的工序来看 之前有讲嘛 今年就还是一个供补预求 那明年Q4起 可能到明年会慢慢转为平衡 然后才是供过预求 那时间点上面 真正各大机构 预期现在供过预求的时间 大概都是可能Q3左右 那当然这就是还不考虑OPEC plus HACMAN 会不会再做一些额外的增产 或者是减产 就目前的状况预期是这样子 所以我会觉得说 就是为什么前面我一直提到 制造业现在是高档反转 可是它真的要落入负增长 我觉得是明年年中的事情 那我觉得到那个之前 可能都还会是像现在这种 比较大幅度震荡的一个的盘势 那届时才会有可能看到说 等到制造业它真的是转负的时候 全球的原物料出现供购与求的时候 才会看到油价像前面提到 100元跌到20元这种 70 80%以上的跌幅 好 今天花了蛮多的时间 听两位从美国讲到了政策 讲到了基本面 我们又讲到了新兴市场 然后最后讲到了原物料 基本上可以很明确的 讲几个关键字 那关键字当然就是商品的消费 转往服务性的消费 然后制造业的循环的周期 渐渐走入了中后段 这个时候的成熟市场的胜率 会大于新兴市场 那成熟市场的胜率大于新兴市场 也就代表着资金 可能会慢慢的回流到了美国 那你投资原物料的商品 原材料的商品 可能风险就会来得比较高 这时候如果你还要继续再做投资 比较高风险的产业 或者说高风险的一些标的的话 可能刚刚卡尔先生讲到的心法 你要特别注意的就是 资金加心理的心理这一块 那我们也有很多的面向告诉你说 现在散户其实是在各个市场上 都蛮多的 那当今天有恐慌事情 黑天鹅出现的时候 可能你就要更特别的去注意 这些散户的移动 或资金板块的流动了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 大概讲到的内容 然后也谢谢卡尔先生 跟我们讲了好多好多 他自己本身在 卡尔先生频道上会讲的 接下来我要问的东西 就是比较想要多了解 卡尔先生一点的东西了 好那卡尔先生 刚刚前面提到了 是我们资深用户 从190就加入了 那请卡尔先生来跟我们 分享一下好了 当初怎么会那么早 就对总金有兴趣 或者是说你怎么会那么早 就看到m平方这个平台 是有兴趣的呢 好其实我 我个人其实不是财经啊 或者说是这个金融方面 本科出身的 我本身是学校念书的时候 是在念电子科系 那我本身过去二十几年 是在台湾大型的这个电子公司 工作了二十年 那也被 有机会被派到国外去 可能十几年的时间 所以其实 我对于总金方面而言 我是是门外汉的 只是说因为 十几年前开始呢 我就对于这个国际的政治 财经的动态 非常有兴趣 那每天会花不少的时间呢 去看很多的文章 评论或者是新闻 可是我后来发现 如果只看一些财经的新闻 或讯息 来做这些投资的风险 其实很大 因为大多数的这些 财经新闻或讯息 他提供的内容呢 都太过粗浅 其实是没有一些 比较好的insight的 或者更糟糕的是 很多时候有一些新闻呢 都是有心的人士 刻意放出来消息 可能要到货给你 对对对 所以到后来呢 这些财经新闻 对我来而言呢 都只是知道就好了 那我最主要的 都是透过一些 国内外总体经济的 大咖的一些文章 或评论 或者说是一些 比较insight的研究报告 来了解这个动态 可是很多时候呢 这些都是很碎片化 不完整的讯息 而且不及时 都要靠自己去拼凑出 一些宏观的样貌 才有办法去做出 一些投资的决策 所以像现在财经N平方呢 每月定期 都会提供一个月报 还有当发生一些特殊事件 比如说Jackson Hall发生之后 财经平方可能就会出一个 及时的报告 针对这些特殊的事件呢 来做一个分析 就可以很有效的帮我 这个能够更完整 了解整体的动态 让我可以更有系统来做分析 好 那我就问一个 比较实际 就是会操作的案例 我想问卡尔先生说 如果今天真的发生了一个事件 一个数据的更新 请问卡尔先生 你是如何利用N平方 来确定基本面的呢 好 那我想我就在分享 我之前在频道上 在去年 有跟大家分享了 黄豆 农产品黄豆的投资机会 那就以它当一个实际的例子 在去年呢 我就观察到 美国前总统川普呢 跟中国贸易战达成协议 那个时候的时空背景是什么 是川普刚好那个时候要选举 他为了要照顾美国农业州 为了要拿农业州的选票 所以他需要中国大量 跟美国购买农产品 那中国有没有需求呢 那时候刚好呢 这个有连续有两到三个台风 刮到中国的粮仓 东北三省 造成中国大量的农产品受损 所以也就确定了 中国必须要大量 跟国外购买农产品 那这个是 等于就是发生了一个事件 然后又搭配什么呢 那个时候搭配 那个时候我就观察到 黄豆的价格 已经在底部的区域 将近了8到10年的时间 然后刚好黄豆的价格 开始从底部往上涨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就透过财经M平方的网站 去观察几个关键的指标 第一个 比如说黄豆的 这个每月的存货需求比 是否持续下降 还有包括这个 期货 黄豆期货的多 机构法人 在期货上的多空单 就是筹码COT的指数 来看看黄豆的多单 是否持续增加 透过这几个指标 就可以判断说 你从底部 底部开始进去买的时候 你的风险就相对比较低 它已经打了 这个8到10年的底 那你大胆在底部的区域 开始往上涨的时候出去买 那个时候你的风险是低的 胜率是高的 那同时间再搭配 这个M平方的图表 就确定在这个存货需求比的趋势 还没反转 筹码COT指数的趋势 还没反转的时候 就可以大概可以抓到 黄豆的价格就持续 还会再往上飙升一段时间 一直等到这些指数 开始有出现一些反转现象的时候 就可能你考虑 要帮你做多的这个部位 然后就把它close掉 这个时候 我们基本上那个M平方 在去年2020的9月时候 就开始讲 我们发现黄豆 存货需求比的这些状况 还有天气 一些状况 发现黄豆是一个 黄小玉 应该都是一个蛮好的投资时间点 其实也很开心 卡尔先生也有跟我们一起 都有发落到这样的数据 而且我听说 刚刚在跟卡尔先生聊的时候 也有听说 卡尔先生在自己的频道上分享 有一些卡尔先生自己本身的用户 因此而获利 要不要分享一下这个故事 好 其实就有一位朋友 真的 我也蛮谢谢他的支持 他购买黄豆 他是买台湾的黄豆的ETF 接口黄豆 他也是趁着底部往上涨的时候 他进去买 他的资金部位其实是好几千万的 当他赛出他的对张单给我看的时候 我真的是吓了一跳 他竟然很大胆的 把他五到六成的资金 全部重压黄豆 我相信他也是一个蛮资深的投资人 他可能也就是持续观察 像我刚刚分享的 COT筹码指数存货需求比 确定这个趋势持续往上滑 他也很厉害 很多人赚了一点钱就卖掉 可是他就持续观察 总金的指标 在他还没反转之前 他继续持有 后来他光黄豆一挡 他的获利是七到八成 他赛对张单给我看的时候 是七到八成 对对对 所以其实你透过筹码 透过一些技术形态 你也要搭配总金的一些指标 尤其是财经M平方提供 很好的一些图表 然后让大家来判断 这个趋势是否持续 所以其实这是蛮重要的 所以其实我也很喜欢 在财经M平方的网站 分享我平常画的一些图 因为为什么喜欢在那边分享 因为我发现会追踪M平方 有非常非常多的总金方面的高手 透过跟大家分享 大家也会回馈我一些他的看法 跟很多的高手一起交流 我想我也可以更加的进步 我想要趁这个机会补充一下 就是像刚刚卡尔先生提到 他使用总金数据的方式 其实非常符合我们想要传达给用户的一个观念 最近在像是粉砖 其实看到有蛮多人会有这样的疑惑 就是可能confuse经济数据到底要怎么使用 那可能会觉得说 为什么数据是这样 但是行情是好像是另外一回事 那我想要说的是 总金数据它其实像现在8月 它去公布7月数据 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所以当然你可以做的是 尽量找一些高频的数据来作为辅助 或者是你去找一些更及时的总金数据 例如说像PMI 它其实月中 就会陆续的去公布当月的一个数值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非常喜欢 从PMI的一个状况 来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看法 所以总归来讲 数据它是拿来做确认的 那如同刚刚卡尔先生提到 还是要去搭配的是消息面 然后筹码面 甚至是技术面 来去做一个更完整的判读 那我们能够提供的 所以N平方能够提供的就是基本面的确认 大家很多用户 习惯来看N平方数据 或是一些报告人员 会知道说 每次一个经济数据公布的时候 N平方为什么都一定要拆成细项 然后要抽丝剥剪 其实我们在一个数据公布的当下 我们是要了解的是 这些细项的组成到底是什么 我们从里面找到一些端倪 这就是刚刚Vivina跟她讲的 我们把这些信号抽丝剥剪出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发现里面有一些端倪 可以拿来确认数据 可以拿来确认当下的行情与否 是跟数据相符的 这个要常常来关注数据 你才会保持这样的手感 卡尔先生当然自身用户 所以他对我们的数据也是非常了解 我也期许今天听到我们这一集 Podcast的朋友 你可以看到一个数据之后 跟我们一起走到细项 或是长期观察 他的动态的一些变化 真的非常谢谢卡尔先生 今天在百忙之中和我们交流 这一集真的超级精彩的 我希望财经明方跟卡尔先生的 YouTube的或是粉专的所有用户 可以一起成长相互学习 最后想要问卡尔先生 有没有什么要跟财经明方 听众朋友来分享的 我想其实台湾是天然资源相对匮乏 我个人的看法是台湾拥有最大的资源就是什么 人才就是台湾的人 台湾的人才如果要利用全世界的资源 来做全世界的生意 其实台湾的人才就不能不了解全世界的总体经济 跟政治的一些动态 我甚至觉得政府应该要把这个总体经济 变成一个基础的学科 放在国民的义务教育里头 然后培养了这个国民总经的一个观念 所以其实我是真心的感恩感谢 我们很幸运的拥有财经M平方这个平台 因为M平方提供一个很容易入门 学习总体经济的环境 所以真的建议大家可以好好的利用 然后让大家在投资的路上能够趋吉避凶 我想这边再呼吁一下 我想我在我的频道里面一直有在呼吁一件事情 就是说做投资的时候 不管你有没有赚钱多做点公益 因为我相信冥冥之中 当你多做一点公益的时候 你的投资也会更顺 更顺畅更顺利 好谢谢看法先生 这一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有一些东西是你不可去预测的 或者说你不可去算的 有一些真的是by fortune 或是你的lucky 那真的要有多做一些 像卡尔先生一直不断跟他用户提醒的 可以多做一点公益或什么的 今天的内容很多 我在节目的最后 我想要也很开心 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财经M平方最新的专区 亚洲最完整的ETF基本面资料库 已经上线 这个资料库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我们是全球唯一连结 基本面数据的ETF资料库 而且我们已经把2000多档的 每个ETF禁收眼底 台湾发行的200多档 我们即将上线 那这个是一个专门为 中文投资用户来设计的 中文化的界面 而且你可以用手机 就可以直接操作了 我们希望做到的是 可以一站式的看完 基本面数据 看懂趋势 最后做商品的投资 那点击下方的连结 你就会完全免费的 都可以使用我们ETF专区 欢迎有什么样的意见 也可以回馈到我们这边来 今天Pocket就到这边 非常谢谢两位 与会者跟我们的一些input 我觉得都相当受用的 喜欢我们的听众朋友 记得按下订阅 会给我们五颗心的评价 今天就到这边 我们下个礼拜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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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